大家好,我是卡比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過生日的習慣呢? 或者是利用生日跟家人聚會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關於離世長輩生日的故事 這是我一個好朋友阿熊 他跟我講的故事 阿熊他是一個通靈人 他在被開通之後就有人 幫人查閱資料的能力 當他想查閱資料的時候 晚上只要睡覺 在他原本住的地方 就會出現一個樓梯 他只要走上這個樓梯 就會看見一個客廳 跟一間放著資料的房間 而他只要走進這個資料室 就會自然而然的知道 他想查閱的資料的內容 有一次阿熊在上樓查資料的時候 意外看到過世多年的阿嬤 阿嬤就住在客廳裡 穿著生前最喜歡的花花衫 與一團黑影聊得正開心 那當阿嬤跟阿熊對眼的時候 兩人都嚇了一跳 隨後阿嬤變開心的揮揮手 就慢慢的消失在阿熊眼前 那後來阿熊跟爸媽核對之後 才知道當天就是阿嬤的生日 阿熊他們家會利用奶奶生日的時候 家人聚會 這個奶奶離世之後 也都會利用生日的時候 回來看看他們的家人 並且給予家人祝福喔 所以即便長輩離世了 也是要對長輩好一點喔 自從那天之後 阿熊就一直感覺到 有人在看著他 那後來在跟阿嬤核對之後 才知道 原來阿嬤那天走得太急 忘了把黑影朋友 一起帶走了 故事說完了 如果長輩有帶朋友來認識大家 也要請長輩把這個朋友帶走喔